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务社会的国际秘书表示 社区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保护机构的居民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 尽管限制得以解除 但这些机构还是需要格外的谨慎 只能逐步的做出缓解措施 因为该病毒对老年人和封闭社区造成威胁 医疗卫生服务重新启动 但是许多人忘记访问门诊 需要提前电话预约 国家首席医疗官要求所有人 仅在电话咨询预约后才可以访问医生 只有遵守法规才能避免机构中的危险拥堵 政府发言人在社交网站上 鼓励人们购买匈牙利的产品 通过购买本国的产品 不仅仅保护我国的工作岗位 还将为匈牙利经济做出贡献 他将帮助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桥梁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表示 政府对企业的竞争力支持资金 补助需求超过一千亿福灵 西亚多比德将在明天要求政府开放新的资源 仅在星期一就有14家公司申请这种支持 自宣布以来 已有540家公司申请这种补助 总价值达到2600亿福灵 个人所得税申报可以在明天午夜前提交 多年来匈牙利税务局在线服务减轻人们的负担 明天纳税人还可以将其缴纳税款的1%加1 提供给最需要的机构和地区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